我 俺是薛大宝 您找谁啊 俺找你啊 找我 俺是给你送钱来的 那快请进 快请进 这是谁叫 我叫薛大宝 薛大宝 薛大宝 大宝兄弟 你是看那个 电视过来的吗 对啊 俺昨天晚上看你的电视了 所以啊俺就早上问了 来 来来 坐坐坐 好好好 真是 这些欠的 是俺咱好多年的 全部都积蓄啊 昨天俺看了你的节目 心情特别激动啊 俺就把它都取出来了 俺现在在城里啊 做这个 匪嫔收购的笑生意 转了点欠 但是咱也是农村出来的酷孩子 咱 咱 港进城的时候呢 咱也是 做农民工出来的 昨天看你电视里面这样啊 你说你想帮助别人 俺那心里啊 热血飞痛啊 俺就把钱 全部拿出来了 俺就给你做投资 你这钱不是 从地底下拿出来的吧 你好严厉啊 俺是觉得去银行麻烦 俺就在院里挖个坑 卖起来了 大宝兄弟啊 你这钱我不能收 为啥啊 你不是在电视上说 需要欠投资 俺这钱又不是摆给你的 来 大宝兄弟 你听我说 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我觉得你的钱 挺不容易的 我不想拿你的钱 去冒这个险 你看不清啊 绝对没有大宝兄弟 我很清楚 我们都是农民工出身 所以你的没分钱 都是很不容易的 我不想把你半辈子的积蓄 全给赔进去了 那我这一辈子 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但你这个兄弟 我是认定啊 如果说以后 有更好的机会 我会告诉你的 到时候我们再合作 你看行不行 醒客兄弟啊 俺一看得出来 你也是个实诚人 那好 事啊 就按照你所的这样去做 但是 以后有事情 我们一定要合作 俺很认可你这个兄弟啊 一定 一定 那俺就先走了 改天哪 你有机会 去俺那个垃圾 你中转站看一下 那不是兄弟我吹牛啊 那整个静州 一半以上垃圾 那都是兄弟我处理的 那俺走了 俺走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去看你的 来 我送你啊 好的好的 谢谢你啊 大宝兄弟 咱们 也都是农村出来的 理解的 理解 辛苦啊 来来来来 怎么了好叔 我在屋里听了半天了 这投资方 你怎么能给他推走呢 好叔您不了解情况 我看他的钱 挺不容易的 我不想让他跟我们一块 去冒这个风险 这什么容易不容易的 有钱咱们就得挣啊 过来喊过来 别别别 好叔 您就放心吧 这个薛大宝的到来啊 我觉得 至少可以证明一点 我们昨天的那个 电视节目 有人关注了 您放心吧 我相信很快 有很多投资方 会找上门来的 真的吗 您放心吧 糟了 我们来迟了 怎么办呢 醒喝兄弟 这不是醒喝兄弟吗 大宝喝 炸风把你吹过来了 我过来找东西 可能找不到了 找啥东西 不会就在这车里边吧 对 就在这个车里面 那 放心 不要着急 小到一根针 我都给您讨论出来 告诉我 你要找什么东西 真的 我就是找一个 这么大小的一个 你的灰色的布袋 这么大小的一个袋子是吧 对 好嘞 包在兄弟我身上 那这样 那个这边脏 您先到我办公室坐一下 来来来来 到我办公室坐一下 好 我给您讨论出来 放心放心 谢谢啊 兄弟们过来一下 什么事啊 赶快到下面找一下 这个机器不要假啊 不要假 你们几个都跟我走 好 行了 这边猫你们的这边啊 小贺兄弟 大宝哥 小贺兄弟 开门是不是这个 是这个吗 我也不知道 对 你看 上面写的我的名字 漆了 在这儿绝对找得到 谢谢大宝哥 谢谢大宝哥 谢谢大宝哥了 先忙你的事 谢谢大宝哥 没事没事没事 太感谢你了 太感谢了 吉总之劳兄弟 改天有空去我家喝酒去 下次有投资的时候 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好的好的 好 先走了先走了 好 好 能还想抓到 好 谢谢大宝哥 好 点